好 看到這個畫面你還記不記得這十年 這個韓劇藍色生死戀在亞洲爆紅的巨星宋城縣 還有金泰熙選在七夕情人節來台灣宣傳信息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農場農地 大家好 真的是好久不見穿著西裝韓國巨星宋城縣隔了十年第二次來台灣 做足功課還以中文和大家say hello 我是宋城縣 兩千年宋城縣以藍色生死戀這部戲瞬間紅遍全亞洲 這一次和金泰熙合作新戲 比比十年前的宋城縣和現在只有髮型不同 而在粉絲眼裡依舊帥氣十足 這次兩人選在情人節來台宣傳 更是粉絲急爆現場 巧的是這一回遇上梅花颱風 上次金泰熙第一次來台灣也遇上了瑪莎颱風 不過健忘的她差一點不記得 你知道公主都很健忘的沒關係 要原諒嗎 有點開始想起來了 有點開始想起來了 所以那時候有吃芒果冰嗎 對 真的是糗大了 不過金泰熙在韓國被票選為最想約會的情人 還透露自己最想和台灣天王周杰倫一起演戲 兩人樓央合照 儘管是韓國數一數二的軍男美女 但她本身一一握手也展現了十足的親和力 終於今晚七晚熊黃書人台北 提報報道 好 好 好